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鉴于这些发展 我们决定不再设计或制造我们自己的飞机 并关闭我们在布里奇沃特的工厂 项目阿克勒开始于英格兰布里奇沃特 一架大新三七飞机一展的无人机 由阿三铁生产 阿三铁是Facebook为其太阳能无人机专业技术而购买的营国企业 这架无人驾驶飞机的目的是远远超过商业领空 到达6万英尺或更高的地方 那里将不会有商业飞机 也不用担心天气 它将一次在各地区循环数个月 以太阳能为动力 并将互联网信号发送到地面上的天线 这个想法是为全球近40亿人带去互联网和Facebook该项目起起落落 2016年6月 尽管Facebook认为该项目取得成功 但结构性故障 导致其第一次试飞在着陆事故中结束 一年后 阿克勒完成了第二次飞行 这涉及到很多试验和错误 Netwire写道 当我们在2014年启动Aculus计划时 很少有工资参与这个领域 它们都是独立工作的 另外 这些平台的唯一评谱不是和宽带 因为受到技术和地理限制 Facebook在11月宣布与Airbus合作开发高控平台 HAPS并推荐评谱和航空政策 它将继续与Airbus合作 开展HAPS连接性和其它是这个系统工作所需的技术 如飞行控制计算机和高密度电池